我住所罗门群岛乌大使元宴夫妇于2月28日迪所复任 管团圆圈、乔舍领袖及台商代表群岛机场迎接 所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则代表所国政府欢迎乌大使迪任 当日晚间,管团同仁举办欢迎乌大使夫妇迪所晚宴 出席者有管团群体圆圈与台商代表 乌大使一于晚宴中 发表他对担任驻所大使期间三大工作目标 乌大使到任第一周行程包含听取大使馆管务简报 听取农祭团工作简报及参观农祭团推广区 并由医疗团陪同参观索国中央医院 以及巡视我国援助索国新建国会大厦之工程进度 乌大使元宴于3月4日向索国卡布宜总督成帝到任国书 索方出席者有卡布宜总督抗力 代理外交部长之财政部长李诺 外交部秘书长西雷 及总督府秘书长马扎马等人 典礼简单隆重 乌大使元宴赐于3月8日前往索国外交部 拜会刚结束国外访问之外交部长商奈尔 并成帝到任国书之副本 3月22日晚间本馆举行乌大使旅行酒会 立临与会贵宾约200余人 在索国政界中除总理抗力 议长、副议长、外长、前总督、前总理出席外 尚有近30名议员与会 激进达索国议员三分之二席次 而驻索国相关国际组织、区域论坛 及使领馆代表多人亦参加本次酒会 索国新报、岛屿报、索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 接派云现场采访及录影 更完全凸显此次酒会圆满成功